老板好,行秘书,你跟我来一下 哎,行经理,咱们工地上怎么来了一位女工呀 您说的是苏姐呀,她呀,是个单亲妈妈 女儿呢,在技术学校上学 她为了供她女儿上学呢,就来咱们工地干活了 别看她是个女的,干起活来呀,男人都卖力 她呀,不识字,每次发工资都要拜托我 给她女儿转账 这次呀,估计也是这事 行,那你去吧 好的 苏姐,什么事呀 行秘书,我这不是又发中资了吗 我想麻烦您再帮我转着账 顺便给我女儿发着短信 告诉她,这个月的生活费 妈妈都给她转过去了 让她不用担心我,我都挺好的 行 看一下,讲过去了 谢谢您,谢谢您,行秘书 没事的,对了 你为什么每次都给她发信息,不给她打电话呀 不行不行,我怕耽误闺女学习 每次打通电话呀 我都跟闺女聊很久 这电话费贵着呢 好,我懂了 钱已经转过去了 那我就走了啊 张总,这个呢,是咱们这个月的账单 还有 怎么了,行秘书 是苏姐她女儿,下周组织培训呢 需要四千块钱 哦,是这样啊 那你赶快去告诉她一身 好 哎,你等一下 怎么了,张总 你就跟她说,只需要两千 为什么呀,张总 那四千块钱呢,对她来说压力也挺大的 那两千呀,由我来出 好的,我明白了 好,那我先过去了 我们都在平凡的日子里拼命挣扎 拼命想活成别人期待的人啊 就算四海为家 就算风吹一花 这不是午饭时间吗 你怎么没有去吃饭呀 老板,我不饿 早上呀,刚吃过 这么热的天 那你中午也应该休息一下呀 没事,我不累 前段时间不是行李书 转了两千块钱给我女儿 我就想着多干点活 尽快还给她 张总,这一块的项目呢 今年呢,就下来了 然后下一步的计划呢 行秘书 行秘书 老板好 书记,什么事呀 这么开心 这前段时间 你不是给我垫了两千块钱 发给我女儿吗 我呀,凑皱了 来,你数数 顺便麻烦你 再给我女儿发个信息 跟她说 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 不用给我省钱 行秘书 你怎么喊不数呀 哎呀,不用数了 我还不相信你呀 哎,不行不行 你还是数一下吧 请秘书 你还是数一下吧 这样,心里也踏实 哎呀,好吧 哎呀,不对呀 好像寒差五块呀 啊,不扯能呀 不早上张树过的 说的轻轻轻轻轻轻 哎,叔姐 你这是干嘛呀 都怪我 都怪我 我怎么不上进行呢 早上嘴馋 又买了个面包 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去退了 哎,你等一下 怎么了,老板 以后呀 你就不用来这儿上班了 啊,为什么呀 从今以后呀 我会把你调到 工资后期不过 比这儿 挣得又多 活又轻松 谢谢老板 谢谢 不客气 每个人背后 都有不为人知的心酸 你作为一个女人 不选择轻松的工作 反而跑到工地来 拼死拼活 你作为一位母亲 你为了让儿女 能过上好的生活 你省吃减用 加班加点 你让我看到 一个女人的坚强 更让我看到 一位母亲的伟大 这呀,都是你应得的 你今天赶快去公司 报到吧 谢谢老板 谢谢 每个人成功的美好 都有不为人知的酸醋 面对人生这条坎坷的路 每一步都要踏到实处